好 現在民進黨南北兩大案 北部案子就是這個鄭文燦 南部就是林世傑 但是林世傑這個案子 感覺就是繞啊 繞一直繞 因為我們都知道林世傑 他的人脈關係圖 過去我們就已經聽過 這一個人的大名了 都是跟光電扯在一起 黃偉哲 郭再青 邱莉莉 跟這個陳凱玲 就是這種光電啊 或者是涉嫌慧玄啊 都有他的名字出現 但是這一次卻是呢 你看到是不是一直 新聞帶的方向 或者是檢調釋放出來的方向 都是在告訴你說 一開始是告訴你說 疑似是什麼 有人想要帶一批貨進來 他不准 就想要從碼頭進來 他不准 現在又變成說 他的心腹左右手 好像要摄入到光電 然後呢 這個被認錯了 所以就誤殺了這個林世傑 他明明是阿川 結果那個殺手認成了林世傑 那兩個人有像嗎 一點都不是 大家看一看 就是會很容易認錯嗎 就是反正你會感覺 好像你一直繞 就是刻意 明明知道這邊就是有 這個人脈網 可是我刻意在外面繞啊繞 就偏偏不走這一道 方向一直帶向 另一邊的這種感受 那他們現在又講說 已經查到了 查到什麼 權力車 因為他這個車 車手 殺手 他這個 換了好幾次車 而且是用權力車 然後現在 有跟這個權力車相關的 這個一男一女 都已經請回了 所以好像一直往那個方向去辦了 反而不查人既往 那我們來看看呢 警方懷疑呢 是林世傑的左右手 負責光電工程的阿川 林玉川在外面闖禍 才為林世傑惹來殺機 那這個台南地檢署呢 日前就起訴了 台南小二甲光電弊案 也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但人家覺得很奇怪 你自己的小弟 然後再做一個 你很熟悉的行業 難道這個林世傑 自己本身就是光電幫 會不知道 他小弟在搞這些嗎 小弟難道瞞得過林世傑嗎 所以這個東西 又讓大家覺得說 邏輯又打結了 就是試圖想要說服 大家是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總覺得 毛膩就在這 為什麼不查呢 就是一直有這種 很奇怪的感受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不是在為光電案 要設停損點 就是盡量不要 不要就是涉及到 這個現在 我們覺得說 这样的一個人脈網 就是要斷點斷在外頭 是有這種感受嗎 那我們看一下 當時擔任傅格魁的沈榮金 在立揚澄清之後 特別還去到了台南市府 來催促審核速度 那立揚竟然趁機 以不實的承租文件來蒙騙市府 取得了小二假光電案 達到139件不法獲利 近百億元 那能源署 經濟部能源署就講說 沈榮金跟黃偉哲 討論地方政府推動率 能遭遇到的問題 以及中央政府 可以如何協助地方政府 那也就是說 沈榮金在報導裡面的角色 就是好像被蒙騙的無辜的人 是不是就在替蔡政府 在做開拓 設下一個斷點 跟蔡政府無關 那再來呢 這個台南市政府的 金發局的官員也作證 提到呢 這個古盛輝向沈榮金 抱怨完之後呢 金發局確實就被叫去罵了 那該官員也向業者 大吐苦水 認為說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怎麼可以背後捅刀呢 可是呢 古盛輝除了是這個 新竹小英之友會的副秘書長 也擔任過行政院顧問 而且還是民進黨的 新竹縣黨代表 所以感覺上面好像都是要替 這個蔡英文做一些開拓 那再來 小二甲農地案呢 現在古盛輝他們這些人呢 在2021年的2月 透過郭再卿居中協調 前往了市府拜會 那反映送件 市府很久都沒有進度 我一度還透過了陳凱玲 去問市府承辦人 2021年的時候呢 這個能源局就召開了 光電達標計畫協商 林文信在開會前一天 就泡出說 業者如果在7月31前的土地 同意文件 就能夠拿到的話 就可以適用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可以過關 但是更離譜的是 這個能源局後來就定下了 一個新的規則 就說 那就同意業者 你自行取證好了 就是擺明 就是我可以開門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立揚就暗中跟地主協調改約 然後除了這個偉田租用的日期 為了要去公信 李還去公信 這是配合作假嘛 所以現在講了那麼多 就是說把這些停損點 通通都是 陳凱玲 郭再青 古聖輝 林文信 剛剛扯到了這些人 都是他們查到這邊就好了 不要再往裡面再查了嘛 那所以我們看看 這個其實台南的水 這麼這麼的深 那也反映在一件事情 就是台南的警戒人士 現在傳出來是 就由這個 林國卿來接任 那林國卿當然是 大家知道說這個是 賴清德 信賴的人嘛 那信賴的人來當清差大人 他原本其實是 要接新北警局長的 這個嚴望盛 那有消息指稱 可能會改掉台南市警局 但是賴清德 在槍擊案前 就是屬於這個林國卿捷的人 畢竟自己相信的人 才能夠更加掌握嘛 自己的本命區 要查不查 要查誰 查到哪裡 該設斷點 是不是 才讓賴清德 更能夠信賴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 斯坷哥 斯坷哥怎麼看這個 這個新的台南市警察局長 叫做林國卿 那我問了一些警界的朋友 他過去 他不是查這個刑案系統出身的 那現在台南最重要的是什麼 去查刑案 槍擊案 然後這些奇奇怪怪的 鎮傷勾結 黑道在這個地方上的盤踞勢力 那樣有個刑案專家 刑事專才 去那個地方才能對症下藥 就比如說 去找一個內科的醫師 去治外科 當然沒有辦法 要到病除 所以今天這個布局 我覺得不是要把台南的這些 妹妹嘎嘎的事情查得清楚 只是找一個人去好指揮 然後找一個人去了解摸底的情況 找一個人去知道說 到底後面是什麼樣的一個 全面的圖案是什麼 是一個自己人的 自己人 然後有的訊息 可以第一手到我的耳朵裡面 所以你知道這個 林士傑被槍殺 已經到今天一個多禮拜的時間了 然後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烏龍消息 什麼去圍一個汽車旅館 就發現是謊報 然後後面又說找一個什麼他的小弟 然後又說又不是 我覺得很奇怪 都不太像一個正規辦案的情況 如果是正規辦案 他一定是 我確定他的時候 我抓到一次把他就殲滅掉 一次把他抓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到底警方是真辦還是假辦 還是信裡面知道說這個案子不能辦 然後又傳說這殺手被滅口 為什麼要傳出殺手被滅口 是不是說這個事情就斷點 然後真的滅口 那就我找不到 屬無對證了 這案子就close就結束了 就像當年二 三 二十幾年前 劉邦有案 殺手不見了 後面就結束了 怎麼辦就辦不下去 然後那個殺手到底是怎麼樣 是自己被滅口 還是真的跑掉了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也很類似 然後這個做到案之後 箱手不見了 然後到底跑去哪裡 說是高雄 又說是境外等等 然後我覺得 所以這個事情是 我覺得警政署是能辦 而不敢辦或是辦不下去 或者知道後面牽扯利益太大了 所以你說賴清德 他的本命區 繼續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黑幫 槍殺 88槍 我覺得賴清德 光是這個事情 叫要跟國人道歉 你過去裡面 他當了八年的台南市長 在台南市讓民進黨獨樹一致 完全的獨尊一位 但是這個時候 就沒有事情把它搞好 所有事情都一團亂 還有這個官員向業者吐苦水 認為大家捅一條船 怎麼背後捅刀 那是在什麼船 在什麼船 在一艘海盜船上面嗎 大家對於地方的資源 沒官商就像海盜一樣 掠奪地方的資源嗎 那是船目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些的事情 這種講的話 都不是一般官員的正常反應 一般官員一定會說 我不是告訴你要這樣做嗎 你怎麼會去搞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來 所以你說賴清德 誰一段講 他去查鄭文燦也好 或是會對其他的可能的政敵 或他對這些在野黨人士 都無所謂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目光放在台南市 因為從以前的這個清發局長 現在還在牢裡面 那案子辦到什麼樣的程度 現在也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 所以這些眉眉嘎嘎 我覺得一個一個把它揪出來 因為這才是台灣今天敗壞的 一個主要的根源 那艘船可能是光電潛艦 對 又是個潛艦 來問一下惠恩哥 這個石岡兄講對了一半 新的局長的確不是刑事專才 那這個是刑事專才 廖中山以前是刑事局的隊長 很厲害 很會辦刑案 行事隊的 他講什麼 他說我們台南不是倩記之都 廖中山 你也好 林世傑被人打死是在哪裡 就在你的轄區在台南 你是台南的警察局長 你說台南不是倩記之都 難道林世傑的案子發生在花蓮嗎 還是發生在台北 你也好了 建設就死了 又說我們台南不是倩記之都 廖中山 我跟你講 黃偉哲當台南市長第六年 這是林國欽是第六個局長 第六個 六年六個局長 你要跟我講說台南是什麼 什麼不是倩記之都 台南的治安有多好 台南是誰的本命區 台南是賴清德 得票率最高的縣市是台南市 對不對 之前黃偉哲的台南市長是誰 不就是賴清德嗎 來 請問台南地檢署 陳中燕跟曉雲 你現在這個案子 林世傑的案子 就是台南地檢署 在指揮台南市警察局辦 指揮廖中山跟林國欽去辦 這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從2012年2013年 那個小姐外出都有時間 我就問2012年外出 因為小姐出去都是叫外出 我們是講外出 行話是這樣 你現在是幾年 現在是2024年 你看當時的監聽英文講什麼 要跟艾琳交代好 不要收錢也不要問太多 出去小姐外出不用收錢 這不是白嫖是什麼 陳中燕對出場的小姐 還有特別要求 條件要好盡量不要有刺青 有刺青是什麼的 陳中燕你是什麼批號 不要收錢 為什麼不要收錢 小姐出去不用收錢 可不可以交我的Line 不用收錢 那你台南地檢署在辦什麼 2012年的案子到現在的 然後台南的局長今天退休說 我們台南不是欠祭之都 陳中燕是誰的局長 陳中燕是賴清德的局長 你說賴清德是多少錢 陳中燕在當民政局長 新聞局長 台南市長都叫賴清德 然後他去叫小姐出來 這個都有時間點 從2012再8次的外出 陳中燕疑事於賴清德 擔任台南市長任內 這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雖然陳中燕性招待彈劾沒有過 可是都有時間 都有地點 還是跟你說不要收錢 那你為什麼台南地檢署辦不出來 你怎麼會期待台南地檢署 去辦林氏捷的案子 台南變成親戚之助 就表示台南地檢署爛掉了 剛剛施岡兄講得很好 陳凱琳是誰的局長 是黃偉哲的局長 也是還在台南的 所以我有把台南亂撞到嗎 沒有 都在你們台南 你台南局長說 我們不是親戚之都 我定居在那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我請問台南地檢署 去年問你的時候 你說那個陳中燕的案子 我們還在月券去年問你了 你月券一年了 你還月券不完嗎 那就是沒有要辦陳中燕 所以觀眾朋友你現在看到了沒 我要修理鄭文燦 我辦他七年前的案子 陳中燕是我賴清德自己的局長 信招待沒關係 不要有刺青 就這樣子 你還相信賴清德 你還相信檢調在辦案 你社會新聞看得不夠 我來講 好 來問洪廷 剛剛惠仁哥講的那個 就是我對監察院最懷疑的一個 就是說陳中燕不付錢這件事情 跟之前一個法官付錢召妓 結果這個法官被彈劾了 陳中燕沒被彈劾 所以監察院現在怎樣 不付錢就沒事就對了 這很奇怪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才在談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剛剛講到一個人叫谷盛輝 谷盛輝是小英之友會的會長 新竹 然後又是民進黨的黨代表 然後又是光電產業裡面 現在看起來像是大佬 所以你看他上面寫了 就是說小二甲光電案 139個案子 不法獲利近百億 那你就知道說 核電有可能重啟嗎 不會 對不對 核電有可能重啟嗎 不會 對不對 我們在擔心缺電 人家在擔心缺錢 你不缺電 人家就缺錢 所以一定要缺電 所以你在看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第一 光電的利益有多大 然後民眾就要思考就是說 為什麼核電不願意重啟 我們就看賴清德的態度 然後再加上 光電幾乎都在中南部 然後台南又最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更離譜的是什麼 你看現在所有對台南 這個案子的傳言 一下傳說什麼 小地涉及光電工程案 假設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外界有傳聞 那傳聞就有可能屬實 所以光電工程案是一個 然後又傳說什麼 又傳說有人想要從安平港 進一些東西來 結果林士傑不準 所以林士傑被殺掉了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以前安平港要進東西來 林士傑要同意 對啊 這是什麼奇怪的地方 台南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會有這種搞法的 然後這兩件事情 其實我講真的 我個人都還覺得不重要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林士傑被槍殺的那一天 當天 他其實在要幹嘛 他要去議長會選案作證 他是因為議長會選 他是議長會選案的被告 那一天高越原本要開準備庭 那檢方上訴 他原本要去的 結果現在林士傑就被 人就不見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追根究底 你覺得光電 安平港這些 我覺得都可能都是其次而已 連霧丹嗎 議長會選案才是重點 哪有那麼巧的 當天人就沒了 這是港劇嗎 怎麼港片才有這樣的情節 所以你看這幾個部分 然後再看我們剛才講的 你說石岡坤哥還在談說什麼 警方要怎麼查什麼東西的 你說檢調怎麼可能會查 這件事講回來了 你在講檢調這件事 剛才我還露題一件事 2018年現在看起來 有兩個縣市長 有案子的問題 一個叫林芝廟 一個叫鄭文燦 林芝廟 整個縣長官邸被搜索兩次 然後到現在有事嗎 表示檢方什麼都沒搜到 奇怪了 什麼都沒搜到的 你拼命去搜索 然後鄭文燦會選的過程有沒有 我們一直在質疑 那中間的過程 你有搜錢 你有然後有相關的口供 結果你沒有進去搜索 鄭文燦當初的案子 其實那500萬一搜索一進去 衝進去袋子拉鍊一打開 有沒有一翻兩瞪眼 結果到這件事情 現在還卡在這裡 就是因為沒有搜索這件事 所以你看檢調在這裡面 為什麼一個是不該搜的去搜 為什麼一個該搜的沒搜 這就很明顯了 你說這案子查得出來嗎 我認為很難 很好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